羽毛顏色五彩絢麗的金剛鸚鵡 主人一聲令下從手中放飛出去 就像是煙火發射 超吸引人的目光 熱衷飼養金剛鸚鵡的一群士主 發起了王牌金剛黨 選擇晴朗的好天氣 放飛鸚鵡 讓他們飛翔在空中 強健身體 形成數大辨識美的壯觀畫面 因為當初我們六年前開始訓練的時候 我們是叫訓練師幫我們 是教我們 後來我們學會了 就直接交給我們的一些學弟學妹 是這樣子的 社團當中很多鳥有 可能有幼鳥 它還不知道怎麼飛的 那透過我們前輩的傳承 從一開始的牽線 然後再到餵鳥的哨音訓練 然後甚至到最後可以很穩定的 站在手上 然後到最後呢 可以這樣很自在的放飛出去 群民王牌金剛黨 多是以飼養金剛鸚鵡為主 為了讓這一群被人類全養的鸚鵡 也能在空中翱翔 特別發起團體聚會 以老手培訓新手的方式 教導主人訓練鸚鵡飛翔 而能夠進行這樣的放飛 這當中都是在鸚鵡的安全考量下 綁上了腳環 電話環 配備上GPS定位系統 靠著平常和主人的友善互動 累積信任 慢慢訓練養成放飛模式 讓每一隻飛出去的鸚鵡 都能夠平安返回主人身邊 主要就是你放飛的話 就是鳥要跟人親近 也是要跟牠培養感情 像有些人的話 牠是靠食物在控制 但是我們是沒有 所以你們是靠感情跟牠互動 然後訓練牠飛 所以指令要經過很多重複的對不對 對 指令的話 一般的話牠是吹哨 但是吹哨的話 只是讓牠知道方向 一般牠還是會認人 對 所以你們訓練一隻鳥 從不會飛到會飛 可不可以大概計算一個騎乘 快的話大概一個月 慢的話大概兩個月 變成說9294的時候 變成說你在室內完全沒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帶出來室外訓練 如果說你怕的話 我們就用GPS 我們現在比較有科技 用GPS GPS他可以定位 如果說他 如果說他不見的話 你GPS我們電話打開 直接定位 我們就可以馬上找到牠了 王牌金剛黨強調 除了鸚鵡的保護措施之外 放飛的地點 也是選擇的必要條件 以他們選擇新北市 二重疏洪道一帶 避開了大樓 人多的地方 配合上晴朗的天氣狀況 才能夠安心的 讓心愛的鸚鵡放飛 另外金剛鸚鵡 是非常聰明的鳥種 需要和人類橫長的互動 和多多照料 戶外放飛 只是照顧當中的其中一環 平時的飼養 也是不能夠馬虎 才能讓這一群鳥寶貝 悠然自得的翱翔在天際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綜合採訪報導 好 好 好